字幕提供 要买东西 还是买东西时间不够 骂我们的外交部人员等等 现在蓝莹反咬了 说你们自己去 才是要跟大麻商吃饭 甚至还直接的讲了 说这里面这一位 这个叫大麻的 相关弃义的CEO 基本上踢爆他 过去可能还涉及儿童性略 等等等等的议题 所以他们就在问 说你们要去跟他吃饭 我们就是想说 这个人有争议 我们不去跟他吃饭 所以我们才是跟了 使馆他们给的行程 然后去了这其他的一些参访 怎么反而变成是我们去购物呢 好 两边就这样吵得不可开支 民进党这里的回应是什么 是说不管怎么样 你们只是想要掩饰 你们自己霸凌外交官的事实 甚至还说是破坏台美关系 大家就开始还讲了 不是啊 那所以怎么样的台美关系 是你们想要的呢 那台美关系之外 你们有在意过台海关系吗 昨天呢 看到了无姓调课回家 好 陈玉珍开取报内幕了 他说其实六月的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那个时候呢 他是这样讲的 很高阶的官员同意了 但是再高阶的竟然没有办法同意 所以又花了一点时间 但没关系啦 圆满落幕就好 事情落幕之后看到陆委会讲话了 说乐见陆方终于采取行动 可是问题是陆委会真的有掌握吗 因为从大静满88号的家属看来 好像陆委会什么都不知道嘛 因为呢当时被报道说 陆委会跑去问传老大的家属说 进度如何 让这些家属炸锅了 说你不是应该去帮我们谈的吗 目前知道的是 谁在帮忙谈 澎湖在地啦 议长在帮忙谈 说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开放探望 大家开始在说两岸之间 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谈的 只是看你能不能谈 你怎么样跟人家谈 你是不是愿意跟人家坐下来谈 好 包括了什么 包括在海外 现在奥运很夯嘛 那前一阵不是说拿国旗进场 然后结果被人家收走等等的事情吗 现在被爆出来 说当年2012是在伦敦办奥运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驻外代表是谁 是沈旅循 他当年呢是有帮我们争取到 可以带国旗进去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同样的状况发生了 沈旅循呢说很生气 他直接就跑去 要求英国这边的高层主管 郑重道歉之外 跟主办方达成协议 让我们可以带国旗进场声援 当年可以 现在不行了 大家要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空间 空间哪里来的 另外呢大家也在问 那如果真的大家都觉得 抗奥运应该带国旗的话 那个时候去北车加油团 好像很少人拿国旗啊 这些事情大家的讨论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奥运虽然是运动比赛 但是呢你很多时候 还是可以看到 国家跟国家之间 彼此之间的一些针对 现在我们被针对的是谁 是林玉婷 林玉婷呢现在被针对说 质疑她的性别 那BBC的报道是什么 是说其实不是第一次 因为她2023年市警赛的时候 就曾经被全籍协会取消资格 那这一次赖金德又很心疼 林玉婷无端受到霸凌 甚至还说我们公家机关 应该要去抗议 采取法律作为 但大家就想问 2023年 那个时候您也是副总统 蔡英文很为这个体育选手来付出 她那个时候做了些什么 她那个时候甚至还被发现 蔡英文五年前接见林玉婷的时候 还讲说 你的名字看起来很像女生也很秀气 旁边跟她讲说 没有啦 她是女生啦 总统 她是目前排名第一的女拳手 明年很有机会可以拿到金牌 好 可能总统日理万机 搞得不是这么清楚 这些都没关系 但讲过的话要记得 因为当年 当林洋配第一次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 你去承诺了人家 说要给她一个国家宇求中心 李洋来自基隆 基隆高中的 他的教练就在问了 四年前已经讲了 现在有什么问题 地也找好了 什么都准备好了 为什么现在都还没有动起来 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路上面 大家开始在讨论这一题 除此之外 大家也在讨论 对岸的这个玄红产 真的很可爱 可是为什么一直要讲她是文盲 甚至被虐待等等的事情 下面就有人回应了 你一直去讲她家的身世 甚至去帮她讲一些话 但有没有想过 这个美国的这个体操选手 她爸妈其实当年是因为双亲都吸毒 然后后来她在孤儿院 被发掘苦练之后 拿到了体操天后头衔 这个是美国梦的故事 全婚长的故事就变成是变略大的故事 大家就想问 有没有这么双标 所以请教兵哥 请教亮哥您怎么样来看 好因为现在呢 这个蓝莹一直在说 是因为你们自己更改的行程 要跟大麻商来吃饭 我们不去 你现在反而说我去购物 两边就为了这个参访 吵起来 请教亮哥 这个是江启臣带队 其实本来是比较轻松的团 大家就想说 应该是蓝绿白可以一起 一起出席一些公开活动 这样才比较像是一个外交团 我觉得那个 林涛那个真相我们真的不知道 说那个是喝酒还是灌酒 最后的那一段 所以到底是不是要 有人抢你喝或者你抢要被人喝 因为我们不在现场 难以判断 那会不会因为敬酒 发生了不愉快 所以那个外交官员就说你的不好听的话 那或者是 根本就民进党的人自己放给传媒了 也不一定是外交人员 那一段我们不知道 可是那个你了不起 只能够说是 大家在共同活动里面的 不当的行为 可是 你要去拜访那位大麻商人 坦白讲这是你们的私人行程 因为我也参加过这种访问 我们外交部不可能来跟你建议说 要改变行程 不太可能 一定是民进党认为这个人很重要 所以他们要去拜访他 所以全改变了行程 因为林涛他觉得他被搞 有委屈 所以他就把你那个事情也爆出来 坦白讲这个江湖走动 你做什么事 谁的底是什么大家都了解 你这样搞我 而且是就只有一家传媒在搞 而且那个传媒 历来大家都知道 就是民进党的御用媒体 所以明显就是在搞人家 所以人家就给你爆料 当然大麻在芝加哥是合法的 我们也不会去说 那个人就是不好的人 也不会这样讲 可是那个行程 有比原来安排的重要吗 我们关心的是这个 就本来的行程是什么 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邀请信 那个邀请信是Tekro 就是我们驻美那个机构 里面的一个 他是美国公民 他邀请大家 说当场会看到很多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政要 也不来皮肥到底是见到谁了 是见到重要的民意代表吗 还是说原来的行程见不到 所以你们觉得分量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都 还有一些真相有待厘清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怎么办这个叫曹湖里的风暴 就是出去 明明江启臣 就不是那么政治 我听说江启臣对这件事 也相当不高兴 就觉得一个团干嘛搞成这样 实在是没有必要 是 想请教一下兵哥怎么看 我觉得林涛这个事情 很明显就是有人要弄他 现在各执一词 好像他们两个 却不是同一个团一样 大家遇到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很简单 同时见到他们两兆的是谁 不就是外交部 是 那林涛直接指控 他很明确的指控说 外交部在那边唱歌 外交部那个处长唱 那个用嘲讽的方式去唱歌 那请问一下 外交部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 你们的处长到底 有没有这种不当的行为 这个没有办法评论 因为大家都在现场 对啊 到底有或没有讲一句话 是嘲讽谁啊 嘲讽林涛 说他们迟到 对啊 是我们欢迎你 就这样唱 对啊 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外交部应该要出来说明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然后这个行程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外交部都可以讲 当然有一些敏感人物可能要保密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那可是其他的 到底你们自己 他们现在 王毅川他们在指控 说林涛你敢不敢讲 你在贵宾市到底做了什么 那贵宾市头有外交部的人员在 外交部可以出来 他们在贵宾市做了什么 难道我们的外交部跟林涛在贵宾市 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 不会吧 所以我觉得 当你外交部不敢出来讲的时候 抱歉 那我直觉认为这件事恐怕是 民进党跟外交部有问题 不然的话以你们的料性 如果是外交部跟民进党 站在对的那个立场的话 你们会不会出来说明的 你们早就出来开记者会 大爆料呛家了不是吗 所以抱歉 请容我这样子揣测 因为你们自己不愿意讲清楚说明白 那金门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弧性调课回来很好 大金满88号也可以去探视的也很好 可是问题是 难道以后我们全部都靠陈玉珍一个人吗 那除了陈玉珍之外 其实万一陈玉珍有其他的地方要去 或是他去竞选县场 以后还要靠他吗 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联系两岸 你就给我们说清楚讲明白吧 是 请教一下维翰哥怎么看 好 我来报告一下 那个外交部丑属的跨党派代表团有两团 一个是共和党 一个是民主党 所以共和党那一团就是7月19之前 那个川普被提名的时候 刚刚亮哥还想说带团是江启臣 我跟亮哥报告我没有江启臣 因为他说还有别的事情 台湾立法院那时候他还没有忙完 他没有去是不是 我告诉你如果他有去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OK 好不好 我来跟大家报告 刚刚明天跟亮哥讲的 我跟你说国民党的代表团五个 有林涛有他们青年团 然后还有这个江俊廷大头 民进党这边的话是主席特处 这个陈明珍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陈乃瑜议员 还有高雄的议员几个 所以国民党五个 民进党五个都没有立委 今天要是有立委 我今天就反正我们大白话 剩下两分钟就讲白 有立委根本不会有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那一团要去 国民党他不去的理由是说 你里面 当然里面有参中议员没有错 就这张照片 然后大家看看左上这张照片 确实乃瑜他们有见到参中议员 可是国民党很建议说中间这一位 可能是那天晚上出钱 要吃饭的那个Charles Wu 他是大麻商 那因为那一逆落州是大麻 是合法 可是台湾不合法 他不想去 你不能怪国民党这五个人不去 可是他不去 他让他逛街约六点半 回来车上以后要去吃 芝加哥非常有名的深盘披萨 可是林涛等人 祝的安全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